过年真正有意义的,也就是过年前的那几天 一旦过了年三十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人总是在无限接近幸福的时候最幸福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比起星期六和星期天 星期五的下午仿佛更让人开心 期待的时候,内心充满希望 一个美好的东西再一步步向你走来 这种愿望即将实现的状态 很容易让人产生紧张感、兴奋感或者刺激感 但是当你拥有的时候,已经得到了毛肿满足 这种感觉就会消失 期待之所以可以带来更多的快乐 是因为当我们期待某个事情或者事件的时候 我们会付出更多的精力和热情去追求这个目标 这种追求过程往往有着乐观和积极的态度 所以在追求期望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更多的喜悦和成就感 拥有带来的快乐是短暂的 因为每个人对于已经拥有的事物都可能渐渐的失去热情 并且逐渐追求更多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有人说,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有所期待 有事可做,不急不徐 过好当下的每一分钟 如果你期待规律的作息 那就从今天起,早睡早起 如果你期待更强健的体魄 那就从此刻开始,管住嘴,迈开腿 要说过程和结果哪个更重要 不同的人心里会有不同的答案 人生这一辈子就是一个过程 你曾经珍视的东西最后都是废品 在人生这个过程里 一定要懂得看淡和得失 人生有德,有失 德与失相辅相成 当你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 意味着在某一方面也得到了一些东西 懂得顺其自然 随遇而安 学会忘记与放下 人生没有过不去的事情 说了半天我都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 总之一句话 超脱于事情 超脱于万物 凌驾于万物 一切要淡定 因为它就是一个过程 五十年前没有我们 五十年后也没有我们 而我们只是过程的一部分 活好这一生 过好每一天 无聊就是幸福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样 咱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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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岸